好那么之后呢我们大家一块来看一下 第八章的薪酬福利管理的下一节 说的是关于这个奖金 那我们讲了基本薪酬以后 我们再来讲浮动薪酬 因为呢奖金呢又是被称为浮动薪酬的 那么奖金这个部分呢 跟你的工作的这个岗位的价值呢 不是有直接关系的 它直接挂钩的实际上是企业的这个绩效 所以奖金是薪酬体系中跟绩效直接挂钩的这个部分 所以它设立的目的是在绩效和薪酬之间 在绩效和薪酬之间 它建立了一种非常密切的联系 从而呢引导我们的员工呢 以实现起的战略发展为目标 那么鼓励我们的员工就是好好做 那么我们的这个奖金这个部分呢 是分为了基于个人的奖励计划 以及呢基于团体的奖励计划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个人奖励计划 个人奖励计划就是奖励我们的员工啊 达到了跟职位有关的绩效 比如说他的顾客的满意度高啊 出勤率高啊 对吧 这个就说明他做的好呀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说常见的个人奖励计划呢 有这样的几个 寄件 计时 佣金 还有呢管理奖励计划和行为鼓励计划 那么书上呢对于这几种 基于个人的奖励计划呢 都有很详细的解读 在这我就是给大家呢摘了一下啊 那么我们说呢个人奖励计划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优缺点 因为有的时候优缺点还是可能会出题的 它出题的话主要是拿个人奖励计划 跟基于团体的奖励计划去做对比 你看比如说个人奖励计划的优点呢 就是它降低了监督的成本 能够更好的预测控制成本啊 很好的这个容易沟通容易操作 而且呢它不累加到员工的基本薪酬当中 因为它是浮动薪酬啊 它不会累加到基本薪酬里的 基本薪酬是你拿的那个固定的那部分工资 对吧这两个不是一回事 然后缺点的话呢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职位啊 很难去区分这个到底是员工的个人绩效 还是说是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呀 再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呢 我们啊这种个人奖励呢 会导致我们的员工变得特别鸡贼 就是他会发现啊这么做就能拿到奖金 所以他可能会很目光短浅很这个短视 他可能会导致我们员工只做一些 有利于他获得奖金的事 而从长远来看的话 这种事情可能是自毁长城 就是并不是很利于这个员工个人技能发展 他赚的是一些快钱 但是对他的技能提升并没有直接的用处 所以这是基于个人奖励计划的优缺点 我们看我们的这个个人奖励计划里面呢 有这个寄件制 有计时制 对吧还有佣金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概念就行了 比如说我们的寄件制呢 他在书上介绍了三种 一种叫简单寄件 一种叫多件寄件 还有一个呢叫差别寄件 对吧 那简单寄件呢 就是依据我们事业商量好的 单件值多少钱 和个人超额完成了多少 那么你单件比如10块钱 个人超额完成500件 然后呢你根据这个成绩得到你该拿的钱 就是你的奖金 多件寄件呢 就是他把单件的计筹呢 分成了若干的等级 如果等级越高的话 说明你做的越好嘛 然后你的单件计筹率就越高 这是他的定义啊 不用特别的深究 差别的计件呢 是在员工完成了我们商量好的标准的情况之下 然后这个有差别的给他一些这种奖金 所以呢 简单寄件 多件寄件 差别寄件呢 都属于记件 按件给钱 有的呢是按时间给钱的 叫计时 那么标准公时就是你节约了多少公时 然后给你多少奖金 哈尔西奖金制呢 是员工跟公司呢 大家共享这个节约成本 一般呢就是公司跟员工五五分账 最后是罗恩 罗恩制呢 是依据我们节约的公时占标准公时的一个百分比 来确定你该拿多少钱 这个呢是计时 后面还有个佣金制对吧 单纯的佣金制是说什么呀 销售的所有分成 比如说我是一个sales啊 我是一个销售人员 那我所有的奖金都完全来自于佣金 那么所获得佣金呢 等于我销售了多少 跟我的佣金提成率 他的成绩就是我该拿的奖金 混合制的佣金呢 指的是销售人员的薪酬呢会包括基本工资和佣金的两部分 这个一般情况下是那种不太好卖的东西 对吧 就是销售难度比较大的这种企业 他会用混合佣金制 就是你好歹还是要给他一个保底工资的 不然的话他都饿死了 还有一种叫超额佣金 这个适合于那些特别稳定的企业 超额佣金制的销售人员获得的不是全部的佣金 是扣除了额度以后的差额佣金 这个呢叫佣金制 那么除了计时计件佣金制以外呢 他还有那个就是介绍了 还有比如说管理奖励计划 这个管理奖励计划是对管理层来说的 比如说我们的经理 对吧 他对于管理下属友方 对吧 做了一些事情 叫管理奖励 对他的奖励 然后行为鼓励计划是我们员工做了一些 我们企业特别鼓励他做的事 就是比如说他出行率高或者怎么样 然后给他的一些奖励 OK 这就是我们的基于个人的奖励计划的这个类别 那除了基于个人的奖励计划以外 我们还有部门做的好的时候 那部门做的好的时候就不是奖励个人了 部门做的好的时候呢 是基于团队的奖励计划 所以你看团队的奖励计划呢 奖励的是集体绩效 而并非是每个员工的这个个人绩效了 所以说当我们团队里面的所有成员 都为实现这个目标做出贡献的时候 那么团队的这个奖励呢 其实是最有效果的 就是大家怎么样都同时去发力 对吧 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 那么当然团队奖励就最佳的有效果了 那么我们的团队奖励呢 有两种 一种呢是基于团队的奖励计划 一种呢叫做收 收益分享计划 那么大家把这两个名字呢 要记住了 那么基于团队的奖励计划呢 他说了当团队达到了某一个特定目标以后 我们团队中每一个成员 都可以分享到这种来自于这个cash 就是得到的这个现金的奖励 这个就是基于团队的奖励计划 那么我们有不同的分配方式 比如说第一种叫平等分配 第二种呢是基于个人绩效和团队绩效来分配 第三种呢是按大家的基本工资额的比例来分配 所以呢 平等的这个分配呢就是说 当我们大家都可以观察到 成员之间贡献大小不一样 然后大家绩效之间也不一样的时候 为了增进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 我们会平等的去按照大家的贡献来分配 第二个呢就是基于个人绩效和团队绩效来分配 就是我们为了避免大锅饭 而力图去激励团队中贡献更大的那些人 然后第三种分配方式呢就是 我们的大家的基本薪酬 在一个团队里面总有人职位高 有人职位低吧 对大家的基本薪酬是不一样的 我们按照基本薪酬的比例来去分配这个奖金 对吧 那么这种假设就是说 假设基本薪酬高的员工对团队的贡献也大 这时候呢 他就是他的基数高 那么他分得的这个钱也就越多 这是我们基于团队的奖励计划的三种分配方式 那么另外一种呢叫做收益分享计划 收益分享计划指的是一个团队的成员 或者是部门或者单位 他们的生产率整体提高了 大家得到奖励 但是这种情况的话 可能就是大家都会得到这种奖励 那么比如说生产力增加了 满意度增加了 那么我们就会给大家发奖金 优点呢就是比个人奖励计划执行起来更容易 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更团结 因为这个成果共享嘛 但是收益分享计划会导致优秀员工非常不平衡 因为可能他在这当中发挥的作用更大 但是在收益分享计划里面 实际上他的这个就是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一个更不一样的这种待遇 那么大家看这条题下列不属于个人奖励计划的是哪一个 大家看我们的收益分享计划是属于基于团队的奖励计划 他不是个人奖励 剩下的什么计时计价行为鼓励管理奖励都是个人的 所以这个题里面答案应该选的是A选项对吧 OK 好那么我们来看下面一道题啊 他问你A关于团队奖励的这个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就是下面哪个说法不对 他说团队奖励呢可以使我们员工更有passion 然后能够形成非常强大的凝聚力 这个说法是没错的 第二个他说团队奖励可以是当团队达到特定目标 以后给予的奖励这也没毛病 第三个他说团队奖励可以是当团队呢 就是这个生产率提高的时候也可以对吧 最后他说了在绩效考核指标的制定上 我们认为团队奖励计划比个人奖励计划要复杂 我们说这就啪啪打脸了 因为在绩效考核指标的制定上呢 团队奖励计划比个人奖励计划要更容易 所以呢这个四地说法是错的 我们把它选出来就好了 我们说了团队奖励计划的优点呢 是比个人奖励计划简单 而不是比个人奖励计划复杂对吧 他这个说错了 好那么之后呢我们按照时间长短 把我们的奖励分为短期的和长期的奖励计划 我们先来看短期的奖励计划 短期的奖励计划里面绩效加薪呢 通常呢是在年度的这个绩效评价 绩效考评结束的时候 我们企业会根据员工的绩效的评估结果 或者说呢事先确定好的一个规则 确定员工我们在第二年 可以拿到的一个基本的薪酬 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绩效加薪 OK 好了 那么基本上来说 这个是大家非常喜悦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等于是工作年头越多的话呢 我这拿的钱就越多 对吧 绩效表现好 然后就加薪水 那么第二种呢是一次性奖金 这一般一年一回 就是绩效考评结束以后 根据年度考评结果一次性给的钱 优点是就是那个很明确嘛 就拿到一个真金白银了 有效激励员工 但是呢也是一锤子买卖 如果你长期使用这个的话 员工就会知道啊 那我就是这个一次性奖金完了 这一年就没别的想头了 它就会导致这个员工特别的消极代工嘛 对吧 第三个呢叫月度或者是季度奖金 那么这是以月度季度奖金的形式 对员工的业绩呢加以认可 一方面来说呢 它跟员工的基本薪酬有关系 但是另外一方面 它又有那种一次性奖金的灵活性 所以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呢 可能员工的月度和季度奖金 不但是跟他个人的绩效有关 很多时候还跟部门的绩效呢 也是挂钩的 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月度 或者叫做这个季度奖金啊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长期的 一个绩效奖励计划 一般呢我们是三到五年为一个周期了 它的规划一般是一年以上的一个计划 然后呢支付周期比较长 以三到五年为计划 比如说现股 现股呢就是我们会承诺那个 让我们的企业员工的买那个 就是企业的股票 但是它不允许你现在买啊 它允许你过几年以后 然后允许你去售卖 然后期股呢跟现股差不多 但是期股呢是属于不是现在卖给你 是承诺以后卖给你 然后呢以后给你 然后你可以再卖 期权呢跟期股差不多 也是以后给你 但是它给你的不是股票 它给你的是权利 你到时候呢可以选择要 也可以选择呢不要 反正总的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奖励 或者说是很好的一种激励 这部分内容啊 就是我们介绍的关于奖金这一块 基本上它都是一些概念的累积 什么短期的长期的 对吧 然后呢基于个人呢 基于这个团体的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奖金这一块的所有内容 薪酬福利管理当中的最后一节 叫做员工福利 关于福利这个概念呢 我们其实在第一节概述部分也谈到过 员工的这个福利啊 是以企业自身的支付能力为依托的 因为每个企业的能力不一样 所以有的企业 它的福利可能会更好一些 有的企业呢 可能福利就没有那么好 那么它是各种非货币类的这种薪酬 然后呢实际上呢 是为了让我们的员工改善 它的生活质量 那福利好的企业呢 它的作用可以吸引我们企业所雇佣的员工 降低他的这个流动力离职率 另外呢 可以激励我们的员工啊 提高他的士气 加强对企业的这个认可度和忠诚度 有的时候你看 如果一个员工他出自于一个比较好的企业啊 谈到这个企业的时候 他会很自豪的说 我是哪个哪个企业出来的 就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自豪感在里面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方式 OK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员工福利的这个分类和构成 这个呢在我们考试中有的时候 也会以多选的方式来考察大家 所以关于这个员工的福利的分类和构成里面 比如说我们的法定福利呢 这些是必须要有的 就是你比如说企业如果他不给员工上社保 这个在我们后面的这个第十三章里面 我们会详细去讲关于这个无险的问题啊 就社会保险 他是强制执行的 所以社会保险是一定要上的 他不是商业险 商业险那个是不是说强制的 另外的法定假期和公积金 这些呢都是企业必须要有的 另外呢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属于企业的补充福利 比如他的收入保障计划啦 员工的这个服务计划啦 这些就是看企业他自身的情况量力而行啊 那么大家看员工福利的构成一般包括什么 员工福利的构成里面社保 假期公积金收入保障计划 这些呢都属于福利 而奖金呢跟福利是什么呀 并列关系而不是包含关系 所以呢这道题的答案应该选的是BCDE是不是 啊所以这道题呢考的是员工福利的构成 那奖金是员工薪酬的构成部分 不属于员工的福利 福利一般呢是 福利一般是非货币报酬啊 非货币报酬 好了那么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员工福利管理这个概念 OK好那么有关员工福利管理的概念里面呢 他有福利计划福利预算福利沟通 还有福利的评价和反馈 他一共实际上呢还有一个福利计划的成本控制 他一共呢实际上是五个方面 就是说一套完整的福利的管理呢 是我们需要就是注意这几个方面 或者说考虑到这几个要素的 那么首先计划这块没什么太多说的 就是什么叫计划 就是plan对吧 指的呢就是企业对实施员工福利所做的规划和安排 就你这个企业的这个福利也不是说想几出事一出啊 他也这一年当中啊 什么时候给给多少对吧 给哪些人啊给分别给什么 你这东西你得有计划呀 你不能乱给啊 所以呢他一定要也是要做一个规划的 我们把这个概念叫做福利计划 那么员工福利计划再往下的一个概念呢 叫做福利的预算啊 这个预算就是budget我们也要管 因为企业的话还要量入为出嘛 所以我们在福利这块它毕竟是一个支出 所以在支出方面呢 我们也要做权衡还有这个取舍 从而最终呢 我们会确定福利的总成本 和它占到我们总薪酬比重的这样的一个百分比 所以呢我们看第二个概念呢 叫做这个福利的这个预算啊 那么我们的第三个呢叫做福利沟通 呃我们说福利沟通呢 还真出过多选题 比如说他直接出一个选择题 给你五个选项 然后问你 哎我们有效的福利沟通模式 应该包括哪几个方面呢 那我们说有效的福利沟通模式 一共包括三个方面啊 ABC这三个选项 所以你看我们有效沟通的这个福利模式呢 第一就是企业必须要宣传自己的目标 而且呢确定呢我们每次沟通呢 这目标都可以OK的 不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的 第二个呢有效的沟通呢 是必须要通过合适的渠道来宣传 比如说是微信公众号 对吧 还是呢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 还是口口相传 还是说到让这个部门啊 跟自己部门去宣讲 最后呢沟通的内容必须具体完整 别去整一些术语 别或者让企业员工都听不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吧 所以就是这个动员工作啊 宣传工作啊 一定要抓好 一定要就是抓稳 所以这个叫有效的福利沟通模式 那么第四个呢 叫做福利的评价和反馈 我们说了一套好的员工福利句话呢 它往往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它会有很好的这个亲和力 就是能够体现企业的人文关怀嘛 增强员工的幸福指数啊 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归属感和这个凝聚力吧 所以我们把这个特征呢 叫做亲和性 第二个呢叫做灵活性 这是我们可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员工不同的需求 而且呢也能根据企业的状况随时做出调整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这个灵活性啊 第三个呢叫做竞争性 就是我们的好的福利计划 一定是对外具有非常强的竞争优势的 有效的能够吸引和保留我们企业里面最为核心的员工 那你核心员工如果都跑了 那企业就没有竞争力了呀 因为我们说人才是第一竞争力嘛 那么如果你的福利不好 那当然人家就跑了 人家干嘛跟你在那死磕呢 是吧 所以好的福利计划呢 一定有人文关怀啊 一定呢很灵活能调整 再一个呢对外对内都有竞争力 还有就是它要在我们企业的可支配的范围之内 就是成本控制的好 而且可行 哇你说你给每个员工发一金条 确实员工倒是挺高兴的 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承接做不到啊 所以呢你的这个福利计划呢 要有可行性 员工能好理解你到底是想怎么 就是想干嘛 对吧 而且呢这个成本呢也不要太过于高 还有呢就是特色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的这个 这个福利计划呢 特别能够很好的体现我们的企业文化 对吧能够体现我们企业的这种经营的 这种哲学和这这种特色 那那那就是更高端了啊 高端大气上档次了 所以我们说呢一套好的员工福利计划 不见得花的钱多 但不见得花的钱多 不见得员工不满意 对吧 有时候你花钱多了 员工也不见得就满意 所以呢好的员工福利计划呢 就是又亲和又灵活 又具备竞争性 又能控制成本 又有可操作性 还有特色 你看比如说我们讲究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讲究孝道 是吧 也许我们的福利计划里面 会包含父母的这个健康体检计划 哎这个就会让员工感觉到 企业真的是关怀自己 还关怀自己的家人的 或者是针对自己的孩子的教育方面 有一些什么福利 哇这个绝对是企业员工特别喜欢的 对不对 OK所以一老一小是他们最挂念的嘛 好了 那么最后呢是我们的成本 我们怎么去缩减成本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就是费用共担 比如说我们对传统的福利计划呢 进行改进 改进完了以后呢 有一些原来免费的福利项目呢 可以改为员工的缴一部分的费用 但是呢这个共担呢 不能让员工压力太大 就是你的缴费水平如果太多了 它会引起员工的抵触情绪的 哎呀妈呀 人家到最后就是说了 你还靠这个赚我们钱啊 对吧 你这本来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补充险 然后呢你让我们分担 结果分担的还那么多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呢我们说呢 这个费用一定要就是把握好一个度啊 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对传统项目进行改进 比如说呃病假这件事 或者休假这件事 员工总的这个休假如果没有休购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去补偿它 或者是奖励它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节约一些成本 而且呢还使我们的福利计划变得就是 有更多的选择的空间 有更多的灵活性 那么另外我们还可以对我们旧有的一些项目进行开发 重新开发一些新的这种项目啊 设计组合一些新的福利计划 这样的话呢也会使我们的福利变得更好 而且呢可能成本还会有效的得到控制 好了 那么我们的这几个要素都是可以使我们的成本得到缩减的几个方面吧 那么之后呢我们谈到的是关于福利计划的一些 就是典型福利计划的一些介绍 我们的典型福利计划里面呢 比如说它里面谈到了就是弹性福利计划 所谓的弹性福利计划就是自主餐 大家都吃过自主餐 自主餐就是自己意思 up to you 的意思 就是自己自主的意思 对吧 所以我们的弹性福利计划之所以叫做自主餐计划 就是它这里面的就是这些福利计划的类别 都是属于员工有一定的这个自主性 可以根据自己的自 根据自己的这个意愿然后来进行这个自主的选择的 所以我们看弹性的福利计划里面呢 包括了四种类型 你看一般出现四种类型的时候 都正好是出题人特别偏爱的主题 因为四种类型正好可以作为ABCD的四种四个选项嘛 这里面有附加福利计划 混合匹配 还有核心福利计划和标准福利计划 所以它一共是四种 对吧 那么大家看附加福利计划就是在不降低原油水平的情况下给员工一张比较特殊的信用卡 然后呢我们员工呢拿着这个信用卡 那你想买那个东西的话 或者说想把它转化成福利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去拿来用的 所以它叫附加嘛 就是把你的水平不降低的时候呢 给提供给你一个卡 那么这个卡的额度取决于你的绩效高低 对吧 你的基本薪酬的百分比 你的认知年限长短 肯定是认知年限越长 绩效水平越高 基本薪酬的百分占比越高 那么你可能就是你的信用卡的额度 或者说里面的这个金额就越多嘛 所以这个叫附加福利计划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 叫做附加福利计划 第二种呢叫混合匹配福利计划 OK 那么混合匹配福利计划呢 就是说员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然后呢在企业提供的这个福利领域当中 决定自己每种福利多少 但是呢我们总的这个福利水平 是不会去发生什么变化的 所以呢大家看 就是因为总额它不会给你涨 但是你自己可以挑 哎我的这个占比对吧 就是一共反正那几块呗 让你自己选呗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第三个叫核心福利计划 那么这个里面呢 就是我们给员工提供健康险 受险 还有其他的一些福利项目组合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prefer 你自己的偏好来选啊 或者说呢你可以去增加一个核心的福利项目 所以核心福利计划就是人家把那个计划给你提供好了 然后你自己里边选 然后标准福利计划呢 就是我们企业给你提供一些标准的项目组合 然后这个组合呢你可以自由去选择 但是你不能自己再去搭了 你自己去拆开然后重新构建是不行的 但是呢它给你的标准组合呢 你是可以从里边挑的 所以这些呢都是属于自助餐嘛 那么我们是需要知道这几种计划的定义的 比如说信用卡 一旦看到这个词 就属于附加福利计划 对吧 然后呢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呢 就是决定每种福利的多少 叫混合匹配 核心福利计划呢 就是人家给你提供了健康险 人寿险的这些核心的福利 然后你给你自己的偏好去选 标准福利计划是给你一个组合 然后你去选 对吧 所以呢大家看这道题 员工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福利项目组合 但是不能自行的构建这个福利组合 这种福利计划被称为什么样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叫做什么样 这种叫做标准福利计划 就是它给你提供一些组合 你可以选 但你不能自己搭建 所以叫标准福利计划 所以它的答案应该选的是2B 那么我们把它选出来就好了 这道题实际上考的就是我们说的 典型福利计划 这个自助餐计划 这四种当中的一种 是吧 好了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叫做企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呢 是一项企业向员工提供的 这个养老保险计划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企业年金计划 那么它是员工退休以后呢 所获得的这个收入 所以也就是说员工呢 在这个在职期间 他通过缴纳一定的保险费 和投资运营进行的资金积累 到他退休以后 他可以去享用的 这个企业年金计划呢 不是一定的啊 很多企业都没有啊 你是根据你的企业的状况 来决定有没有的 所以企业年金计划呢 跟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比呢 有它的特点 所以跟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比呢 企业年金的特点呢 第一就是企业是自愿的 它是自主的去选择 它的这个管理运作方式的 第二呢 就是政府对于企业年金 是不承担直接责任的 因为这个不像社保 社会保险 我们说政府它是有责任 而且它会去监督 但是呢 企业年金不是 企业年金是个人积累 个人自我担保 而且它追求的 也并不是公平原则为基础的 它是以效率原则为基础的 就是所以说 它的激励作用也很强 但是它有风险啊 就是它可能是高投入 高回报 但也可能就打水漂了 所以我们说呢 它是通过资本市场去运作的 这一点呢 跟我们的社保 不是特别一样 它投资手段很丰富的 那么企业年金的计划呢 需要 就是它的开展呢 需要四方面的支持 第一要有运行规则 又有税收的优惠 有经办机构 还得有预防风险的担保机制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 它是鼓励的 就是它虽然不直接参与这个经营 但是它也是鼓励的 因为呢 企业年金也属于整个社保体系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的政府呢 也会通过一些政策呢 来推动企业年金计划的发展 就是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的市场能够更兴兴向荣 然后能够更多元化 所以说它不直接参与 但是它并不是反对的 它还是支持的 当然我们说呢 就是尽可能的降低一些风险 让它变得更靠谱 更完善 就是这样子 那么后面呢 还有比如说 像企业的这个健康保险计划 这个一般指的是企业的补充医疗险 如果一个企业员工告诉你说 他有企业的补充医疗险的话 大家都是会很羡慕的 因为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险 对吧 所以呢 补充医疗险 或者补充医疗的保障计划 实际上呢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福利 一般呢 我们的企业健康保险呢 会分为商业险 内部自我险 包括这个指定服务计划 那书上呢 也分别呢 对这三种保险呢 就是有这个定义 我们在这也把它给摘出来了 商业险呢 是通过保险公司来投保的 它可以是企业全单 也可以是跟我们的员工共单 那么我们的商业险 跟社会保险是不一样的 对吧 然后呢 再往下呢 是内部自我险 内部自我险是企业自己 有一个基金 就是一个健康基金 然后呢 如果他的员工 发生医疗费的时候 企业用他事先准备 处备好的这个资金 来支付赔偿 这个叫内部自我险 第三个叫指定服务计划 就是我们企业会跟一些服务的 供应 医疗服务的供应商 建立合作的关系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我们投保的是这些固定的供应商 如果当我们的投保者选择了 就是我们这个供应商 就是医疗服务网络中的 这个相应的机构提供服务的时候 那是可以减免支付费用的 因为我在这投保了 但是当他从非指定的医疗供应商 那提供服务的话 那么你呢 得到的补偿就少 然后你自付的比例就高 所以才叫指定服务计划嘛 就指定你跟哪个机构 你能报销比例高 指定不是这个指定机构的 他的报销比例就低 但是这些呢 都是属于我们企业补充医疗的一部分 都是属于非常好的福利 就对员工的健康啊 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社保 其实报销比例有时候很低 而且尤其这些大病 他基本上都管不了事 进口药可能也没也不行啊 所以说呃 这个补充险对他们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啊 好了 那么至此呢 我们就把这个第八章的核心的内容呢 给大家呢介绍到这儿啊 那么希望呢 就是大家通过我们的学习 特别是对后面两节的这些概念的把握 能够对我们的基本薪酬 奖金福利 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好 那么本奖呢 就到这儿告一段落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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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